邯郸13岁初中生被害案律师取证受阻 究竟谁在阻挠正义 张范清律师透露 他们在案发现场的废弃蔬菜大棚内 进行了挖坑测试 结果显示 短时间内挖出一米建方的坑并不容易 然而 这并不能成为关键证据 因为挖坑过程可能被省略或简化 因此 律师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寻找证据 同时 张范清律师还表示 他们陪同家属见证了尸检过程 发现小光面部 背部 颈部 及手部 都有非常重的伤口 这表明犯罪嫌疑人的手段极其恶劣 此外 他还澄清了网络上关于小光被活埋的传言 表示 这并非事实 律师取证受阻 不仅是对法律的挑战 更是对公平正义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律师取证 让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积极回应律师的请求 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让正义不再受阻 让真相大白于天下